我們的口號每次喊三遍 第一個就是人民有用藥知情權 我們必須知道這個藥它有什麼的後遺症 它的副作用要清楚的要讓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們有知情然後我們來選擇 我們要不要使用 我們對啊 對 你說對不對啊 對 所以我們要要求人民有用藥知情權 好來 人民有用藥知情權 人民有用藥知情權 人民有用藥選擇權 人民有用藥選擇權 人民有健康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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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是反歧視疫苗非為一 我們要反歧視 不能說我們不打疫苗就被歧視 或者成為赤等公民 我們拒絕這樣的事情 我們有人權 OK 好我們說反歧視 疫苗非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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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歧視 疫苗打 是在自由意願下去打的 而不是強迫性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回應 這全世界的大覺醒的運動 我知道我們這邊很多的媒體並沒有報導 但是這個在世界上 這麼多的國家站出來的 這些重要的運動活動 人民 世人所要的一個人權 為什麼我們身為中華民國 我們這麼看中人權的國家 竟然沒有報導 很少的報導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這後面是什麼原因 我們大家都要去探討 我們人民要醒過來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權益 我們謝謝你們 讓我們有這一次的機會 我們可以跟大家來說出 許多人民的心聲 我們的訴求 我相信這只是一個開始 而且很多的人民 他們都渴望 渴望知道這個疫苗 它本身 它的後遺症 有多麼的嚴重性 我們需要知道 因為太多人打了疫苗 猝死 幾天內就猝死 它的這個後遺症 它的這樣的一個傷害性 是這麼強大 一個健康人打得猝死 這個事情我們能夠當作 沒看到嗎 或者這個只是少數的 No 我相信 猝死的人 不只是這些人數 可能有些人是在半個月 一個月兩個月內死掉的 這些人數可能是好幾倍 那為什麼我們要打這個疫苗 是幫我們治癒很可怕的 未知的 這樣的一個可怕的後遺症 那我們健康的人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來加強我們的 免疫系統 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是最好的 我們也知道 數據上寫 即使得了這個染疫病毒 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都免疫了 你自己免疫 你就不受到這個病毒的侵害 所以要我們自己的免疫力 我們自己的免疫力 是最好 是最自然 最好 最寶貴的 我們為什麼要把一些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後遺症很多的 我們很大的質疑 為什麼一定要打到健康人的身上呢 他裡面是帶著病毒的 我今天才看到一片信息 他講到說 這個打進去 我們自己變成病毒的製造工廠 我們的身體 我們變成病毒的工廠 你願意這樣子嗎 這個我們都要來了解的 我希望大家藉著這個機會 你們一定要了解 關乎你自己生命的安全 這是關乎全人類的 所以不是開玩笑 不分黨派所有的人 都要來了解真相 我們需要的是真相 我們需要的是 這疫苗後面很多可怕的後遺症 不斷地浮出來 不斷地有很多的資訊的醫療的報導 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很敞開的 我們可以共同 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們可以放到我們的 我們的一些的 這些的 這些的電視的辯論 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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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這個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四條 規定說 人民有知情錢 就對醫療的顯像 人民有知情錢 那規服部沒有告訴人民 有什麼副作用 不完全的告知啦 就致死的原因沒有講 所以 這個 就把他的父母 的夜母 打了四天 就掛掉了 這個東西就是 沒有講清楚 他有義務講 他是主管機關 他有義務講 他沒有講 這個是有問題的 你知道狀況之後 你才能夠做選擇 你不知道狀況你怎麼做選擇呢 你不知道狀況你怎麼做選擇呢 現在已經累積了 六百多人 六百多人 辭掉了 那這個是 有業務上過失的問題 那我們準備提告 謝謝 看了什麼問題 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記出來嗎 有什麼問題嗎 有 人們有用要選擇 人們有用要選擇 人們的自群錢 人們的自群錢 打疫苗的 前三名的國家 他 英國跟荷蘭 疫情都失控中 那使用異會金數的前三名國家 捷克 斯特華樂 還有印度 疫情都有控制中 所以說這個東西很清楚 你打疫苗打的越多 像以色列打的最多 那現在疫情失控啊 人民 還要再追打第三劑 第四劑 那這個東西不對啊 你打疫苗打的越多 你的這個疫情越嚴重 失控中 那這怎麼會對呢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 要把這個聲音傳出去 讓這個主管機關能夠 陳昌明教授也在呼籲要使用異會金數 疫苗只是針對過去的某一種病毒去研發出來的東西 對新的病毒根本沒有作用 而且它還有赤塗蛋白 它是很危險的東西 最重要是打了疫苗之後 人的身體會產生二維條碼出現 這等於是商品化 知道嗎 你身體會出現二維條碼 這商品化的問題 這個很嚴重 它是疫苗裡面有加入晶片的問題 是啊 我也不知道那什麼晶片 那就是很小的晶片 所以說身體會產生二維碼 像澳大利亞跟法國都在抗議 那時間差不多到了 我補充一下 打一秒死的不只六百多人 六百多人是打了馬上死的 我老爸打了兩個月 禮拜四週了 對啊 那是六百多人是馬上死掉了 那一次打疫苗隔幾天 那很多人 所以這個東西要 要告訴人民有完整的風險 讓它講出來 怎麼會死掉 請問一下 現在政府要讓我們打高端 你認為打高端利 我們土產的疫苗高端 打什麼疫苗我都沒有意見 請教一下 你有遇到說要聲援香港抗爭反共人士 我能不能講一下 這個今天 他還是因為疫苗被關 那今天有一個問題 他的收容到今天十二點為止 高雄收容所沒有法院的裁定 還繼續押 這是不對的 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就三個人一組 就連這個側 馬路邊 那那個幾管機那邊 那邊 對 對 三個人一組 好,大家要來兩個人,三個人,我們要射加距離,好不好,我們在前面抗議 好,大家要同心,要合一,要合一口,好,好,人民有用藥知情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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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有用藥知情權,人民有用藥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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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人民有健康自主權,人民有用藥選擇權,人民有健康自主權,人民有用藥選擇權,人民有用藥選擇權,人民有用藥選擇權,人民有健康自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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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 人民有健康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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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騎士 運揚悲為一 本騎士 運揚為為一 本騎士 運揚為為一 本騎士 運揚為一 人民有健康自主權 人民有健康自主權 人民有用到知情權 人民高求要將疫苗所有的副作用要全部公布出來 人民高求所有疫苗的到一種副作用要清楚的公布出來 許多的人民打了疫苗猝死 這些猝死的為什麼猝死這些的病 這些的病人政府要來培養 政府要來追討 為什麼也要來討論為什麼打了疫苗這麼多人的猝死 我們要問這些打疫苗死亡的這些人和他的家族 他們的家人我們要為他們來討公道 要討公道 討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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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懷疑這個疫苗背後 他的很多的後遺症是政府 也許是無知 也許是刻意的隱瞞 為什麼呢 這些數字會說話 這些的血淚 人民的血淚 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哭泣 他們難道求告無門嗎 難道求告無門嗎 那些一個月兩個月 打了疫苗死亡的人 你們要怎麼樣來賠償 政府要怎麼樣照顧人民呢 我們要為這些人來討公道 我們來討公道 討公道 討公道 我們要討公道 任何要為這些所有促使的 還有一些傷殘的人 可能是數千的人 這些的數字 這些清楚的數字 這些的我們要求 很多的 你們因為打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講完整 我們因為打了疫苗 而死亡的這些的 人民百姓 你們可以把你們的數據 你們發生的情況 什麼時候打 然後在一兩個月內死亡的 這些的數字都要爆出來 讓大家全民一起來探討 這個疫苗到底是 是救人還是害人 我們要來討論 因為我們要討論這個疫苗 它有太多的 讓人質疑的地方 我們要來討公道 討公道 老公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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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他們來喊是吧 我們來喊狗道 反其是疫苗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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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有用藥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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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明有用要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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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有任何选择群 人民有健康自主权 反歧视疫苗非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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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为打了疫苗 枉死了六百多的这些的人命 还有很多是在两个月被死亡的 很多的人数这些的性命 我们要向他们来向政府讨压 讨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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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的很多的後遺症 必須它的副作用 很多可怕的副作用 硬硬的都不現出來了 都不現出來了 這些的數據 這些的認數 這些的副作用 我們要求政府要全面的報導 要全面的包覆出來 我們要求關於疫苗 所有的副作用 所有殘害人類 我們這些副作用 要全部公布 我們要求要公布 因為人民有用藥知情權 人民有用藥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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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求政府要將所有疫苗的副作用 還有所發生的 許多人死亡 許多人傷殘 許多人病危 這些確實的數字 在兩個月內發生的 這些正確的數字 要公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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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們這邊 就有人說他的父親 因為打了疫苗 兩個月內死亡 又突然的死亡 而我們要要求 所有的百姓 你們打了疫苗 然後你們的家人 在兩個月內 發生的這些問題 發生的這些非常的事情 你們要來 我們要收集這個 這個的數字 我們要收集這個 確實的 這些真實發生的事情 我們要成立一個 就是這些的 打疫苗受害的 族群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要有一個共同的 一個我們來 來要求 要求國家賠償好不好 要求國家 國家賠償好不好 好 組成一個 打疫苗受害家族 受害人的 這樣的一個主權 幫忙收一收 這個給我 這個都給我 全部給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